从消费税、销售税到服务税 7月1号开始 我们都要一起认识Sugar Tax 气水税 关主播什么事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关我们的事 独立以来我国第一次要征收气水税 哇哦这是一个新名词 什么是气水税呢 去年政府在宣布 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提出 为了减少我国的肥胖人数 以及让国民生活得更加健康 决定每100毫升含糖超过5克的含糖饮料 以及每100毫升含糖超过12克的果汁 每公升征税43 后来在跟商家协商完之后呢 现在就改成了 每100毫升含糖超过7克的含糖饮料 Cax4毛钱 不含豆奶饮品 顺带一提 现在我国市面上的碳酸饮料 一般上每100毫升都大概含糖9克左右 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 为什么我们会吃糖呢 从科学的角度看 渴望甜食可能是本能 因为葡萄糖对于人类的生存 有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中部心脏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也发现 渗入糖分有点类似于使用可卡因的效果 会让人感觉好像可以改善情绪 产生响力和愉悦的感觉 令人喜欢吃糖 有人说吃糖会让人快乐 可是早几年 医学界早就把糖的面具给拆掉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人一天的糖分摄取量不应该超过25克 糖的可怕在于 它不止让人变胖 让小朋友的牙齿变坏 也会让人像吸毒一样上瘾 只要吃到糖就开心 吃不到糖就郁闷 反应迟钝 情绪暴躁 只要有这些表现 你可能就是对糖上瘾咯 还有哈佛大学的研究也重视了 每天喝两罐含糖饮料 患上心脏病 癌症 早死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另外糖是酸性物质 会和碱性物质钙结合 消耗过多的钙质 会导致骨质疏松 容易骨折 高糖的坏处 真的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啊 那周收汽水税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不过我想被征税的人最想知道的肯定是 那些税收要怎么用呢 这点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一次羊毛会用在小羊身上哦 从明年开始政府会把汽水税所收到的税收 用在给小学的孩子提供健康又免费的早餐 小糖是大势所趋 除了我国之外 目前全球有超过28个国家 7个美国城市都在克汽水税或是糖税 像是汶莱 菲律宾和泰国这两年就相继推出了糖税 成效都很不错 菲律宾去年2月 含水饮料的销量就下滑了8.7% 而政府的税收增加了5.7亿美元 不过也是有失败的例子 比如说欧美国家就是克糖税的先驱 丹麦是最早征收糖税的国家之一 有80年那么久 但他们却在2014年完全废除了糖税 为什么呢 原来克糖税反而增加了非法汽水 令丹麦每年损失3亿克朗收入 又或者导致丹麦人反而跑到邻国去买汽水 粉末导致 给汽水征税人真的会更健康吗 其实从国外的例子来看 的确可能有一段时期 汽水的销量会下降 又或者是商家会检讨 会减少汽水里面的糖分 可是如果从减肥而言的话 似乎没有多大的进展 因为没有了汽水还有奶茶 没有了果汁还有蛋糕吃嘛 从饮食的结构上来看 很多的食物或者是饮料 含糖的程度不比汽水低 民众这边少喝汽水了 可是那边却转向其他的高糖饮食 因此成效也就不达标了 也有评论认为政府要减少肥胖人数 除了说克税之外 可能也要研究一下 大家都懒多动 缺乏运动 会不会是因为社区里面的公共运动设施不够 又或者是运动的环境不够安全呢 在城市规划里面 当局有没有人注意到人行道 脚车道的建设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关主播什么事 我知道现在一提到征税 大家都会难免呱呱叫 可是只要你不喝汽水 汽水税又关你什么事呢